继续来关心双合医院的林姓副院长 昨天晚间跟朋友聚餐完喝了酒 自己从地下室把车开出来停在路边休息 但因为是怠速为停就被警方盘查 发现他浑身酒气而且酒侧值高达0.55 虽然副院长辩称说他已经叫了代驾 他是在等代驾来 但警方还是将他依公共危险罪送办 而双合医院也发声明强调会陈储 将他调离主管职 黑色轿车在红线停了好久也都没熄火 远景觉得怪怪的上前盘查 第一时间驾驶还没有反应 因为他喝醉酒坐在驾驶座呼呼大睡 警方一查身份 发现他是双合医院的副院长林前民 林前民参序的时候明明就有喝酒 但是却自己把车从车道口开出来 但是隔不到200公尺 就把车停在路边不升酒力睡着了 9号深夜11点多副院长自称 因为停车场收训不好叫不到代驾 才会自己把车开到路口 不过因为怠速为停被警方难查 发现他浑身酒气 酒侧值高达0.55 我们会诊的时候 其实家属也有这个打算 林前民是曾经外科名医 动过不少大手术 代表医院对外发言 就回酒驾招待 也拿出APP记录 证明自己真的有叫代理驾驶 不过酒驾是事实 还是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嫌疑送 援警在询问的时候 他自己的坦诚 有驾驶一段路 所以依规定 我们援警 实施到酒册 双核医院也发出声明 强调副院长对酒驾 感到懊悔 院方也将他调离主管职 陈楚 悬壶济世的名医 却酒驾招待实在讽刺 简单到胡伟伦台北采访报道